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 今天来谈谈新华社的一条重要性命 也就是总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办 联合下发的 关于取消城市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市的落户限制 并且放宽了 常住人口300万到500万 大城市的落户的条件 这个消息肯定是 是那些过去梦寐以求的 想从乡下和偏远山去 到大城市去发展 去淘金的一些年轻人的欢迎 所以说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网上我看议论很多 那么有一些学者认为 这个举措的原因就是因为 为了解决中国目前 这个城市经济低迷这个问题 还有的时候呢 是为了这个增加这个购买力啊 加快的城市化的步伐等等吧 反正各种说辞都有 本人认为啊 这次这个消息公布啊 是个好消息啊 综合的因素都有 上述讲的这些想法 我相信啊 从官方考虑啊 肯定是做了充分的论证啊 也是研究了这个 也是身世俗虑啊 不这样做的话 可能不能和目前啊 这个经济行事对接啊 那么这条消息在新华市25号公布之后 那么下级部门如何去落实 不要忘记了 这个文件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啊 我提示大家注意啊 他说呢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接合实际 认真管车路实 这里就具有深缩性了 只要落实 接合实际 那每个城市 这个地方领导人 都会讲出一套地方的一些客观条件啊 所以说 我认为要不要过于这个乐观 想象这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 好像上面下一个文 下文立刻执行 那么公安局啊 这个对这个护基克的限制啊 就没有了 护基克的这些警察 如果面对这个上门来要求 这个迁徙的老百姓啊 就能表示欢迎 我认为恐怕也未必这么乐观啊 因为中国这是一个 非常这个庞大的 专制集权的导致啊 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在这个迁徙自由方面啊 向来是控制的非常严格的 把这老百姓都是牢牢的啊 困死在这个户籍的所在地啊 让他们不能乱使乱动啊 便于警察的监督控制啊 就是便于这个中共 专制统治者的这个 这个操控啊 所以说这种改革应该讲是一个 对这个体制有所撼动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啊 切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么一个举动啊 要落实起来 我相信肯定还要走相当长的一个路啊 按道理讲啊 中国公民应当和美国加拿大公民一样 不仅有这个知情权 知情权就是网络不能封锁啊 网络上你一打开什么都可以看啊 老百姓自己这个去选择去鉴定啊 不应当搞什么防火墙啊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 也就是说有些东西啊 逼迫你必须知道 按照官方的这个口径去学习 去领会啊 去模仿啊 去赞累啊 有些方面就不让你看 什么都不让你知道啊 外界的事情啊 往往都被防火墙挡在外面 第二就是知情权至上啊 再下接下来就是表达权 因为你没有知情权呢 自然而然你这个讲话的时候 可能有些事情的决策就是错误的 有些看法也就是你去的 即使是这样 你想有言论自由啊 就在中国也做不到啊 很多人都因为撰写文章 或者发表观点啊 这个甚至搞一些 这个一些 可以这样讲吧 一些这个 这个打擦边球的一些举动啊 都可能被 这个中共的打压啊 更和谈这个言论自由啊 那同样也没有迁徙之意 也就是你居住在哪里啊 老家在哪里 园记在哪里 那么当地的派出所 认可你在哪里 你绝对不用随便的牵住 牵住的肯定要经过他批准啊 因为公安局是独此一家 别无分店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按道理讲 以上讲的这些自由都应当还老百姓本身啊 现在是山山来迟啊 突然间有这么一个 遗址承诺 还没落实呢 人就感到欢呼缺约了 这正表明了什么 在中国这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面 这老百姓的要求实在是太低了啊 你想社会发展到今天 变成网络时代了 不是互联网了 这是物联网了 在这个形式下 结果迁徙自由 才刚刚看到了一些 一缕啊 这个非常渺茫的这样的熟望啊 为什么我说到渺茫一下 你这个要迁出这个 你原来所在这个地区 你首先得到派出所去 问到派出所的所长啊 偏请这个指导员 就可不可以迁走 他就允许你迁走啊 不用讲 你要去那个所在那个城市 接不接受 现在只是公布了什么呢 公布了这个一个矿矿 矿架结构啊 一个大的成功啊 一个大的蛋糕啊 就是说呢 常住人口在三百万以下的城市 这个落户限制啊 基本上就全部放开了 一想进就进 那么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大城市 这个就放宽 那放宽放宽到什么程度 这里恐怕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啊 要操控起来 要操作起来相当的麻烦啊 刚才讲到 你在一个地区 比如说你在黑洞江省 虎林县吧 说那个小城市 你想牵出来 想到这个 辽宁省大电视 你这是跨省啊 对不对 从黑洞江跨到辽宁 你从一个 这个边垂小城 想来到这个沿海开放城市 在这个布海子禀堂 那么你首先 你所在那个 这个派出所啊 也就是你这个 派出所的公安局啊 户籍科 允不允许 要给你开个证明 但现在你不要忘了 中国的公民啊 在这个派出所都留有档案的啊 每个人都给你限定 都对你的信息啊 掌握了非常的 这个 这个牢啊 很多信息掌握了非常死 也就是把你限定 把你这个有一个 把你这个 这个权定为 某一类人群 某一个群体啊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 发发牢骚 还有点文字表达的能力啊 如果携带东西 触犯了这个 官方的禁令啊 你可能就给你身上 涂上了一层 这个黑色 或者红色啊 也就是说 属于高危 这个人群的 属于维稳的对象 那么你要牵走的话 那么 当地派出所肯定不能同意啊 说你这种人 不能牵走 你牵走到了大城市以后 这是一个 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啊 所以根本是一只苦闻 没有用啊 这个可能 指的这些迁徙的人 至少具备一个条件 就是说平常 表现良好 比较老实啊 不和官方作对的啊 也就是说是良民 或者说心讲 是愚民啊 听话的 那么有可能 是不是等一段时间啊 等到这个政策 足够的落实之后啊 也可能会实现 自己的梦想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 你到了对方那个城市 对方接受不接受 那么对方那个公安局 和你离开那个公安局啊 互相之间肯定要对话 也就是说 如果把你列为 所谓这个维稳对象呢 他肯定这里也不接受 你想 你在黑龙江省 比如说你在虎林县 是一个维稳对象 如果你到了 大连 大连不可能接受 大城市 业海开放城市 经济文化 都比较活跃啊 那住外的这些 一些部门也比较多啊 而且这些 这个 外国来的游船呢 商船来来往往啊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交往 也比较密切 那这种情况下 当地那个公安局 肯定把那些不听话的啊 有什么搞事的 这个经常批评政府 这样的人呢 那肯定也是 高度警惕 把你去此闻来啊 你即使有这个政策 也是一直空闻的啊 那么 何况那些 这个官方在这个 这个文件当中啊 没有详细提起那些 五百万以上 超大的 特大城市 那更是 可能是非常非常严格啊 所以说这种 迁徙自由啊 我认为 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啊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能有这么一种 估计制度改革啊 本人认为 冷来是值得肯定的 一个好消息啊 这表明有什么呢 表明啊 这个中共这些 集权同志 迫于压力啊 或者由于经济 或者由政治形势 总之 反正是他们感到 这个事情 必须要解决啊 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也就是要开始 这个放宽 关于人口方面流动的 这样一个限制 他们搞了一个词句 冠冕堂皇 是促进劳动力 和人才 社会性流动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实际上就是一个 给老 还老百姓 以迁徙自由 这么一个意见 而且采用这个词句 不是这个命令啊 不是一个这样 具有强制执行的 这么一个文件 而是什么意见 参考意见 那么还有一个 结合地方的 这个实际 这个情况去落实 我认为 这个可能还要 真正的要 把这事情办成了 可能要走相当长的一个路 因为这种改革啊 仅仅是局部的一个改革 还要和其他的 政治体制改革条件呢 配套下 配套起来 才能落实 你要司法要改革啊 政治体制要改革啊 你才能最真正的落实 你比如说你到 这个大连去落户 那么大连这个 有关的公安局 能不能接受啊 这个 这个 也分这个先来后到 你比如说有的人是 这个 拿到这个文件 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报道啊 要求切席 那可能你还没有办成 有的人走后门 是第一百名 或者第一千名啊 人已经落实 落后进来 为什么 人家有关系啊 因为这个和政治体制 有密切的这样一个关系啊 也就是说 人家办事 可以在体制内 找到这个 决策成的 找到领导帮忙 走后门 记得这个优惠证词 很快就进来了 你没有关系 那你虽然有这一纸空文 拿在手里啊 讲道理 但是人家就让你回去等 说是 实际还不成熟 那么等到 这个排队 排到你的时候 我们再和你联系 那还不要等到 猴年马月 那当然了啊 大连随于这个 六百万到七百万的人口 这个城市啊 这个不适合 我刚才讲这个条件啊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你即使切熄到 切熄到那些 五百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啊 本人认为啊 都存在着什么呢 改革要配套 这个政府机关的领导 要转变观念的问题啊 他们本身都是 衙门里那些当官的啊 都非常的恨啊 败事 那真是这个门难 这个近啊 脸难看 势难办啊 有的时候 必须得请着送礼啊 拉关系啊 甚至行费受惠啊 长此以往呢 就是说执行这些政策 过程当中 他根本就给你挑毛病啊 设各种门槛 真正落实啊 我跟你讲 恐怕是 还要跨越这个千山万水啊 所以本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一方面啊 我对这个 这个中办呢 和这个国办啊 能够下发这个文件 表示 有保留的赞争 另一方面 我感到忧愉啊 觉得在中国这个国家 你想 中共建政已经这么久了啊 才开始 这个搞这个叫迁徙自由啊 这真是一个悲哀啊 渔民们感到欢呼啊 但是啊 这个欢呼来得太晚太晚了 原本这些都是属于人的基本的权利 包括刚才讲到的 知情权 表达权 再加上迁徙自由的权利啊 真是看了以后啊 像我们这样的 这个在加拿大生活 然后在美国这个西方国家啊 这个生活的人啊 感到不可理解 因为在人这个地方 你愿意到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啊 没有什么限制 管它多了人口 什么条件呢 只要你愿意 你有这个生存本理 你喜欢 你就可以迁到另一个城市 真是自由啊 在中国不行啊 中国的公民 还要等待什么呢 党中央发这么个文件 然后再跨越千山万岁 才能达到 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可能有些人 可能有些人 刚才讲到那种 被中共官方列为维稳对象 恐怕你本身就困似在 这个原济啊 那个所在 这个地区啊 因为这种政治体制不改革啊 局部的自由的获得啊 很可能就成为了一种 虚空的想象啊 那么今天的读报点 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 明天见 明天见